踩上车却发现电没了 别担心 现一插上电动房车立可充电 台湾科技大学和美国电动车大厂进行产学合作 3 2 1 在校内设置6座充电站 让学生有机会接触第一手先进技术 电池除能 电池监控 马达 这些领域的同学都很兴奋 首先TESLA现在拥有的全球最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技术 我们也想让这方面的技术转移给更多的人 去培养将来的电动汽车行业的先驱 培养台湾电动车人才率先进行校园 让学生有更多实习与实作机会 电动车是一个趋势 像挪威 北海游艇的最富有的国家 都已经宣布2025年禁止卖汽油的车子 取代传统燃油车 古迹趋势台湾扎根 为未来可能的能源危机注入一项新动力 大约新闻登影中 台北报道